今初有聚 無畏無聚 我是小玄 您先來收看的是海豚交易室 大家好 我是Mr.海豚范正宏 歡迎來到海豚交易室 那今天直播 今天還沒有什麼問題 那大家給他問一下 我們要來做今天的直播了 那一樣要開始前 喜歡海豚的分享的話 記得幫海豚按讚訂閱 要開啟小鈴鐺 那還沒有加入LINE生活圈的話 請掃左邊QR Code 就可以加入LINE生活圈了 然後右邊的服務表單 如果你想要用新台幣支持海豚 歡迎點進去 點擊看是你想加入簡訊手碼 還是產業筆記 都可以 那我們就開始啦 好啦 那今天的主題是 臨時想的啦 因為其實說真的不太知道 我今天要講什麼 因為今天盤沒什麼動嘛 最近也都在盤整 那其實上禮拜就有跟大家講過 我這邊盤應該都是盤整的機會比較大 那個等一下我開一個東西 這多公共加速比例啊 其實在上禮拜其實是一度有接近這個過熱區 就來到60%以上 一定有機會來60% 可是呢這幾天卻連續往下走 那到底為什麼連續往下走呢 這個解讀方法有記中啦 第一個就是說 大盤雖然說沒有跌 可是開始彈多的個股 其實已經開始在轉弱了 所以導致呢多頭加速 本來強勁的短線多頭那個排列的加速 反而因為他們再度進入整理呢 又變成一個盤整的狀態 所以導致這個多頭加速呢 反而是出現了一個下滑 那大家也是留意啦 雖然也曾在產業筆記沒有提到 就是多頭加速呢 其實沒有去往上衝 對多頭要續彈啊 其實可能是一個機會 就代表說短線整理之後 後面再去做攻擊的話 會有更多個股短線翻多 可是也是要留意 反向來說負面的思考 就是說其實很多個股已經領先大盤 已經先行轉弱了 已經先行轉弱了 所以呢這部分大家留意 那長線的多頭加速也是一樣 雖然黃金交叉了 現在多頭加速19.57% 空頭加速18.91% 黃金交叉了 可是來最近又跟大家提過 上次的黃金交叉大家也別忘了 因為目前還是趨勢是走在空頭 那根據這個多頭加速這個SOP嘛 就是趨勢是走空 短線黃金交叉 長線黃金交叉 其實是進入打底的一個機會 客觀來說是進入打底的機會 但是呢進入打底的機會 並不是代表一定會打底 還是要提醒大家 那當然說從大盤來說 還是要來講一下大盤 因為如果說你真的要進入打底的話 我們就先從多空思考嘛 我們多方先來思考一下 假設不是假樹 假設 假設我們多方要進行打底 我們要看到什麼事情 那海鎮騎有常常跟大家講 我們要看到打底 第一件事情至少你季線你要先站回 季線至少你要先走平 至少先走平或甚至站回季線 那我之前都跟大家說過嘛 季線你要走平要有符合什麼條件 那目前季線是扣底在這邊 等於說接下來可能一個 兩三週的時間都扣在一萬五千九百點附近嘛 到一萬六千點這邊 那等於說代表說接下來 你要在接下來兩三週以內 你要站回一萬六千點 才有機會讓季線直接走平 才有機會讓季線直接走平 不是站上季線就可以了 也要讓季線走平 你要站回到一萬五千八百點九百點之上 所以這個在幾乎是 不能說不可能啦 因為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只有機率大小的問題 那我是認為這個機率是相對來說是低的啦 然後再來就是 之前也有跟大家提過嘛 你季線你要扣平走低 那你季線你只要扣到這兩根長黑嘛 扣這兩根長黑 而且扣這兩根長黑 現在看大概還要個四十個交易子吧 之前有算過嘛 大概是在9月20幾號的時候會扣這兩根長黑 那扣這兩根長黑之前 你還不能再破13928 才有機會進行打底 所以從多方的角度來看 目前也還沒有翻多 目前也還在有機會進行打底的狀態 那要確定要有翻多的機會越來越明顯 就是9月底以前13928不能破 13928不能破 這關鍵的重點先告訴大家 那當然說 短線來講 那月線的部分呢 現在在扣低 大概還有兩種時間是在相對低一點 那十字線的部分呢 大概再過兩天就會扣高了 所以等於說今天星期一 那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 可能就會是一個短線的多空對決點了 因為如果十字線扣高 然後呢指數又沒有續攻的話 那等於說十字線又再次走平 那如果說指數稍微隨便疊一下 又有可能又會變成壓力 這是比較客觀的來去做觀察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把時間回推到之前大概是6月啦 我們先回推到6月的話 好 現在時間點大概就跟這裡很像 十字線準備要繼續去做推高去做攻擊 那季線剛好也在上面 那月線也扣低了 S跟現在很像 那所以說接下來就是很怕發生什麼事情 很怕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怕這一根東西出現 那我說這一根東西出現的話 就代表什麼 本來轉撐的十字線 跟緊急成為支撐的月線 就直接變回壓力 然後短線又站不回的話 那後面其實就 有可能要進行第二次的 所謂打第二隻腳啦 然後打第二隻腳失敗呢 就會下去了 所以呢現在基本上觀察就是 真的有下去 第二隻腳打不打起來 那如果打不起來的話就要留意空方延伸 這是比較 雖然說海豚就是比較偏空看待 但是就是 多方的思考還是會給大家 那當然如果到時候真的發生 疊下去但是第二隻腳打出來 而且到時候9月底真的也沒破的話 那到時候我就記得 大家可能會在那時候去做翻多 但是我也要講齁 到時候的翻多 還是會偏向一個真正的中期反彈 那所謂中期反彈就是我都有定義嘛 就是 反彈幅度可能要有20%以上 20%以上 那這波目前反彈到現在的 幅度應該是 8%吧 8到9% 我們稍微看一下 大概是 7.76 還不到8%嗎 還是我記錯了 沒有 談到8%是談到15102 15102會有大概8.42% 8.4% 所以壓力大概就是在15102到15616之間 大概是這樣 那目前季線位置其實在15473 所以要碰到15616也要先去撞過季線 那我是覺得這個壓力是蠻大的 好 然後我們再 就是搭配剛剛前面講到了嘛 這邊有翻多 這個長線有翻多 進入打底狀態 可是要留意後面還有打底失敗的可能 好 好這是大盤技術沒有部分先跟大家去做個說明 那裴洛西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來好好的來抬槓一下 因為畢竟裴洛西 其實上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呢 聽到的是說裴洛西可能是在 下禮拜 現在來講的下禮拜 就是8月9號10號吧 才有機會訪台 就是他那個行程規劃 那然後呢今天早上 把新聞特別找出來 就今天應該說是昨天晚上 就是說在 對對對 是哪一篇啊 本週四 本週四 這是 這個是什麼時候 這個是 8月1號 這應該是凌晨吧 就是昨天 昨天晚上到凌晨的新聞 就是說裴洛西將在於本週四 經過菲律賓海峽 然後飛抵台灣 然後呢 到了跟他收盤變成明天晚上 那有沒有可能他現在已經在 我在開玩笑說 有沒有可能他現在已經在西門町喝針奶了 這個當然是說 我就覺得說 他到底什麼時候來 其實根本 大家不會知道 其實大家不會知道 你新聞講 其實有時候就是在放煙霧彈 就是大家說 因為他行程本來就是秘密的 那其實我覺得 台灣的政府應該也不會希望說 正式去公佈這個時間 他就是把這個確確的時間公佈 因為畢竟這一次的佩洛西要訪台 或者是說亞洲行程 基本上台灣基本上政府是 並沒有釋出什麼太 沒有很高調的去闡述這件事情 除了新聞媒體之外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用太去在意說 他到底什麼時候來 那只是我們要留意的是 如果他來了 發生了什麼狀況 導致台股有利空的反應 那我們又該怎麼看待 那還能必須講 就是歷史來講 類似這種政治事件導致下跌 都還是屬於非經濟性因素 那譬如說 應該說 非經濟性因素下跌之後 很快會看到反彈 先講單獨單一事件來講 非經濟因素下跌 會很快看到反彈 反彈之後回歸基本面 那我們就來講 這個1994年的 誒是1994年吧 誒糟糕我忘了記切切日期 誒是19...誒199幾年 就是... 這邊這邊 應該是這裡啦 應該這一段 這時候就是 李正輝兩國論那個時候 連續的重挫之後 其實快速的反彈 我放大一點 連續的重挫之後 快速的反彈 之後回歸基本面 就是持續的... 不好意思 按太...滑太快了 兩國論的連續重挫 就是老一輩的人 可能都印象深刻 很快就出現反彈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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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經濟性... 非經濟性因素的結果嘛 然後後來呢 回歸基本面 然後再次去... 持續往後走 也沒有說因為這樣子 就連續大崩 或者是... 非經濟性因素結束之後 就連續了大噴 然後再來就是... 兩顆子彈事件嘛 誒兩顆子彈是什麼時候啊 1998還是200幾 誒不好意思 一時忘了那個時間 反正記得那一次... 誒阿扁那時候 是什麼時候啊 誒不好意思 我們現場來查一下好不好 現場查一下 抱歉我不太專業 兩顆子彈 2004年3月19號 2004年3月19號 我們就帶大家回顧一下歷史嘛 其實這一次也是一樣齁 兩根跌停嘛 兩根還有盤中跌停嘛 對盤中跌停 之後也是快速的反彈 可是這一次呢 就並沒有說像後面 就是出現一個比較... 強勁的上漲齁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當時2004年 其實經濟也剛好出現一些狀況 一些狀況 所以導致呢 後續其實是 有一個波段的下跌 就是我前面講的 非經濟因素 會有急跌 但是也會有強壇 強壇之後 就回歸基本面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要記得齁 所以這次裴洛西如果真的 來造成中共一些什麼舉動 導致台灣有一些什麼... 市場有一些比較不好的反應 大家就先記得齁 所以我們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非經濟因素下跌 會有比較急距的下跌 跟反彈的反應 但是最終還是要回歸基本面 好 這大概是這樣 那另外就跟大家講一下齁 就是... 台灣早上齁 公佈這個PNI數據 這數據非常的... 非常的慘啦齁 就是... 47.8齁齁 就是已經結束了兩年的... 呃... 先我之前24個月啦 差不多啦 就是5月、6月 差不多齁 這是7月的數據嘛 大概結束了20... 那來到47.8就進入這個衰退期 那基本上進入衰退期之後 通常齁 都大概要3到6個月以上時間來恢復 那... 對比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現在就要談落底 我覺得... 會相對來說比較硬一點齁 現在來說比較硬一點 至少你要觀察一兩個月嘛 一兩個月剛好是幾月 剛好是9月耶齁 所以... 9月底一定會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時期齁 一定會是一個很關鍵的時期齁 那當然說呢 在觀察其他的 比如說像... 欸... 庫存數據跑哪去了? 庫存的話 其實狀況都不好啦 大概除了這個... 呃... 除了這個交通工具 這個是哪一塊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經常看到其他 就是... 客戶存貨走高 食品的庫存也走高 化學也走高 基礎原物料走高 然後電子光學 基本上都走高 然後在其他的... 這就是海龍先生跟大家講 要觀察這個... 未完成... 不是...新訂單啦 新訂單 檢客戶庫存 然後真的好像沒有 好...沒關係 因為這個圖文竟然我有分享在粉絲團 跟那個... 海龍先生的賴社群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反正基本上目前就是... 早上看那個圖嘛 就是想說... 欸...那個紅色線好慘 我想說是中國 結果不是齁...那兩天是台灣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接下來的經濟 所以基本上一定要留意 我還推在這跟大家提醒啦 就是說... 之前... 是疊通膨 疊這個... 估值修正嘛 因為升息嘛 通膨跟估值修正 其實大概都反應告一段落了 所以最近市場會出現一些... 比較反彈的一個狀態發生 但是我也有持續提醒 我覺得市場目前對於整個... 這個聯準會的... 升息預期呢 其實太樂觀 跟明年通膨下滑的速度 有點太樂觀了 因為其實從... 不管是房租年增率的狀況來看 還是... 這個服務性消費的這個通膨來看 基本上... 我覺得都會是接下來 支撐通膨數據居高不下的 兩個重大的因素 雖然油... 就是... 原料相關的... 有在下滑 但是我跟大家講喔 這個... 房租啊... 占美國CPI... 占美國CPI的全程度 大概三十幾%是最高的 是最高的 那其實油呢相關好像... 就是... 能源類其實大概只佔了7到8%吧 其實是第三台... 第三高的樣子 第二高應該是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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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因為能源呢 它的波動比較... 幅度是比較劇烈的 所以感覺它會影響很大 但是其實它影響並沒有那麼大 其實它的群眾並沒有那麼大 其實它的群眾並沒有那麼大 那... 其實反而是在房租這一類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喔 雖然說... 上禮拜五公布的PCE數據 是... 創高但是市場面中反應 因為很正常 因為它公布的是6月的數據 那... 在7月中其實已經公布了6月的CPI數據 那... 所以呢... 市場經營已經反應過了 所以這個月底的數據 就不會再去反應 但是下禮拜8月10號 要公布這個7月的CPI數據 那這個數據呢 是勢必我是覺得 相對來說 更容易對市場會有些反應 因為現在市場就是認為說 CPI如果有降下來的話 那個... 聯組會就會... 暫緩升息嘛 那這個我就不講太多了 基本上... 它暫緩升息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它已經升到了 目標的中心利率2.5%了 所以後面它可以先停一下 看一下數據的表現 再決定下一步的升息的步伐 那我就覺得說 大家不要對於這個明年的降息呢 抱著... 現在還不能抱著太大的期望 現在還不行 如果說真的說 第四季 10月、11月、12月 真的看到通膨快速降到 可能6%、5%以下的話 我覺得明年降息的機會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說 真的照一些通膨的... 一些國外的機構看的話 目前到年底的通膨數據 可能還是維持在7%以上 那我覺得明年第一季 要看到降息的機率就會 非常的難 會非常的難 這跟大家做個提醒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問題吧 對啦 剛才有國安基金嘛 就是說 如果說裴洛西真的來 台股有什麼 落賽的情形發生的話 這個... 國安基金是一定會進來護盤的 一定會進來護盤 這個是我絕對會是肯定的 因為國安基金 國安基金的護盤 就幾個原因嘛 恐慌性下殺 就是非理性下殺 那... 裴洛西 如果假設就是政治事件引起的下跌 就是屬於非理性下殺 那第二個就是流動性問題嘛 第二個就是流動性問題 那... 其實之前呢 有可能是因為流動性問題 所以... 那個... 國安基金突然就是... 把夾彎說要護盤嘛 那這一次可能就真的是 所謂的非理性下殺 跟恐慌要下殺 會帶來的護盤的機會 好 這個... Jeff就... 應該是沒念錯吧 請問海豚目前總精神偏空 但台股下游 國安基金撐盤 是否一掌難跌 還建議做空嗎 我不能直接建議你做空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國安基金撐盤是否一掌難跌 其實在前兩週的直播先期有提到了 就是說... 國安基金護盤成不成功 其實取決於當下的衰退的狀況 如果說衰退是一個走向一個比較長線的衰退 像2000年或是2008年這種狀況的話 基本上護盤是會失敗的 就是說它護盤之後 短線還是會反彈 但是反彈之後 就是十個假日的蜜月期之後 基本上開始要回歸基本面 開始要回歸基本面 但如果說是基本面導致的下殺 而且沒有流動性的問題發生的話 那國安基金護盤的動力可能就相對... 就會比較少 但有沒有可能因為... 什麼... 比如說今年11月要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要護盤 這個我不敢講 但基本上以他們釋出的規則來說就是這樣 非累性下殺 流動性風險 然後他們才會去做護盤 所以呢 我是認為啦 這一次的總金狀況是比較... 比較偏向2000年跟08年的 那種等級的修正啦 因為畢竟通膨這麼高 而且2000年跟08年還沒有太大的通膨問題 那當然已經有人再去跟... 其實海中很早很早就已經把這一次的修正 跟1970年代的通膨的問題去做對比 去做對比 那... 其實最近也開始也有人在講說 其實目前的很多情境呢 跟1970年代那一次的美國10年的停滯性通膨 是很像的 我並不是說這一次一定會完全複製 但是... 因為我相信這一次聯準會不會砸鍋 就是說... 應該說它不會讓當時的事情再次重演 但是呢... 市場的修正 等級還是會比照... 可能就是2000年或08年這樣子 我是覺得... 比較困難啦 當然說有沒有可能我改變看法 其實我覺得9月會是一個關鍵點 9月跟第四季的通膨會是一個關鍵點 好 來這個... 這個我不會念啦 好來... 這個G期D的確是會是明年的一個機會 但是重點是明年你有沒有起來 重點是你明年有沒有起來 好我們看一下它的營收狀態好了 其實它還好耶 它營收G期不算D耶 營收G期D要像怎樣你知道嗎 呃...我想一下齁 要像誰呢 G期D喔 啊我們看個面板好了 我們看個面板 喔這種才叫G期D齁 那年幀率已經附到2-30%以上的 代表說它已經大幅的修正 它營收已經大幅的轉弱了 這種才叫G期D 那像童星天這種 營收還在年幀的 不能算G期D喔 它只能說它是持平去年 它如果可以持平去年的話 就不算G期D 除非說它今年是出現個比較嚴重的衰退嘛 OK 所以呢 它加上它有一些車用訂單的保護 我覺得它的機型應該是 比較不容易降下來啦 應該比較不容易降下來 可是呢 如果說明年有可以更強勢的成長 說明年年幀率來到3-50%以上的話 那當然明年的機會會有 可是我是覺得 現在看起來這個機型不算低啦齁 好 欸 20 他可能幫我講那個阿扁的那個齁 好謝謝悠悠 來這個問說 好想請問我對光學股的評價 是否有搭上光 元宇宙題材的3504陽明光會比3406的玉金光好 技術面應該是3362的先進光最棒 但是因為分盤交易所以可能有點難搞 以上謝謝我 好 好 那 他還有時間想請教 請教光通訊 波羅威3163 還有4979 華金光走勢非常不錯 今天看到聯亞跌停 手很癢 族群沒轉錯的話是否有個超級機會 好 好我先說齁光通訊類啊 我一直有在看 可是一直有點看不懂 一直有點看不懂 好那 我們先回答這個光學股的部分 我先跟大家講齁就是 基本上市場就是這樣啊 每一次的大桌頭都是由一個產業去做驅動的 那過去10年 欸應該現在不能講過去10年 過去 欸接近 接近15年吧 接近15年 不能說15年 但重點是上一個循環就是iPhone 就是智慧型手機 跟那個平板 這一類的商品帶動的 那下一個循環可能就是幾個嘛 一個電動車 因為雖然說電動車已經炒了好幾年了 但是其實目前都 它的滲透率 建商目前都好像不到不到10% 所以它還並不是一個 不能說它不是啦 只能說它還不完全是一個 非常主流的一個商品 所以電動車會是 下一次的一個很大的題材 就是未來十幾年一個很大的題材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擴增實境 或是虛擬實境 就是應該比較偏向 像VR跟NR 因為像AR這一塊呢 不能說它不行 而是說 它的應用受限是比較多的 之前看一篇 看一篇 看一篇專論 是有提到AR這一 對AR AR這一塊的 那個 的那個什麼 應用呢 是比較受限 將來是不如這個VR或是NR的 那所以我覺得可以專注在VR跟NR相關 但這兩個會是比較明確的一個主軸 那其他我們就以後再說 或是訂一下產業筆記 海豚之後會慢慢跟大家去做介紹 那 當然說光學股的評價 陽明光目前呢是 當然說以目前來看是比玉金光好 而且陽明光的股本應該比較小 一軍光 一軍光 他股本多少 一軍光其實也不大 350是多少 其實股本差不多耶 那我是覺得說陽明光其實在這一塊 因為他好像已經打入那個什麼 打入Apple的嗎 還是誰的 不好意思這塊我有點忘記了 就是這塊我還沒有認真去做研究 因為他們的線我目前也不太喜歡 那只能說 的確這一塊不管是陽明光 好像一軍光 而且他們還有相關可以打入所謂的 車用鏡頭的部分 還是大力光 還是先進光也都可以 基本上他們長線來說都是有機會 但是短線來講 他們的營收可能正式貢獻的時間點 都還沒有正式開始 目前都還是比較偏向題材 就像你講的是題材 所以不管是像 什麼宏達電啊什麼的 像外資喊到不知道喊到多少錢嗎 欸 這個 2498喊到多少 是100多是嗎 還是多少 這個基本上我是覺得 先看看就好啦 等到你營收真的有出來 我覺得不會是一兩百塊就解決的事情 OK 那光中訊的部分 好沒有我先看一半 看它技術面好了 3362 先進光 先進光技術面 欸算至少好 因為它年線扣下來了 至少它年線扣下來 至少就是後續的話 只要它撐住不跌的話 後續技術面就是慢慢轉好 那3504的話 它可能還有得等 因為算說它目前是 年線是有機會翻揚 可是後面都要扣高 你要預期它接下來三個月要連噴狂噴 才有機會把年線正式拉得往上走 否則它這邊壓力是比較大 那3504的浴金光 不不不 3406的浴金光 這個就有得等了啦 這個年線都還在扣 半年線 這可能也要等個幾個月啦 大概也是9個月之後再看了吧 然後光中訊的部分 3163 3163波多龜其實在 現在是8月嘛 6月的時候 我有塞到它的基本面 剛好在這邊 可是那時候我忘記看了什麼 我決定就不推它 只是那時候我產業筆記起來 是我推到說 欸我選到它 就是我有塞到它 可是我沒有把它選進我的推薦名單 然後這個短線來看 技術面當然是沒什麼問題啦 至少均線排列 應該強過80%的公司了 那我看一下喔 滑星光4979 它走勢也不錯啊 量也有出來 可是巨齒量稍微討厭一點 它目前技術面應該算是最漂亮的啦 那會不會續工 我覺得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這塊我真的 還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做研究 跟你講一下 只能說技術面來說 波羅威跟滑星光 至少它們兩個走勢是好的 那聯亞的部分呢 之前其實我一直有看到聯亞的報告 然後其實都講得還不錯 正是年初的時候 可是那時候年初一看 技術面不行 然後我就一直看一直看 然後看到最近的報告也是 也是講不是太差啦 只是它的目標價就是一直往下調 一直往下調 那這個就沒辦法了 所以我覺得聯亞光 我覺得先看看吧 先看看吧 好這應該是念Pony嗎 老師不知道你是否覺得生技股資金開始流出 4128中天上領線創高後無量 6541太福跌停 6472保瑞大跌 目前我手上有1795美食 是否開始轉空疑慮 準備開始先出場了 謝謝我 謝謝你啦 我沒講謝謝我 那個生技股還是要講一下 其實我上禮拜我不知道有沒有講 就是生技股其實在題材的部分 上禮拜說是生技展 728到731生技展 那其實我在產品筆記裡面 其實我先提醒學員 就是說 生技展來臨的時候 短線呢 建商會有一個力多出鏡的一個可能性 那我也可以大方跟大家講 反正最近其實這個產業沒什麼好講的 這個生技股在題材結束後 我建議大家先觀察一段時間 為什麼要先觀察 因為力多出鏡之後 接下來照理來說是回歸基本面 但是回歸基本面 你要看錢有沒有進來嘛 其實像你講的資金好像有在測輸這個生技股 但是我今天看到藥華藥在創高 就是說領頭羊他還沒有掛 那代表說整個生技族群並沒有說完全的倒 如果說真的連藥華藥都倒的話 這真的就不用看了 但是我也是覺得說歷年來 如果說你去回測一下 其實好幾次的生技股的行情 都會結束在生技展之後 都會結束在生技展的前後 只是早晚問題 有時候是7月初 有時候可能7月後面晚一點 那可是後面如果有回歸基本面好一點的話 有些個股還是會繼續動的 所以我覺得呢就是觀察吧 觀察吧 因為其實我這幾天也是在觀察 生技的量 那個資金有沒有留 重新回到生技股 因為我是本來是預期說 這幾天電子其實長到一個程度之後 其實開始都轉盤整 甚至轉休息了 然後說資金要往外留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留到生技股 再去走那些基本面比較好的個股 但是也很明顯看到嘛 今天資金沒有進生技股嘛 跑去哪裡跑去鋼鐵嘛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說現在回到之前的輪潭 輪潭的格局 而且變成是落後普潭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生技先觀察吧 我目前也在觀察 不能說他現在就真的開始轉弱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也在觀察 好那你的美食是否要先出場 我覺得還是一樣建議啦 就是防守點設好 我真的不對了該跑就跑 真的不對了該跑就跑 因為美食目前其實 他整理的狀態不能說差 不能說差 但是他就是在整理嘛 至少他還是強過很多個股 目前技術面型態 我覺得就手好就好 基本上啦我都有講嘛 這邊這個盤就是 你不要去做追高 你不要去過度的追空 基本上你要受重傷 其實都不大 那我可以提外話講一下啦 就最近啊像我那Lightight 開始有些人來傷我 因為最近不是談很多嗎 談了1000多點 那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雖然我現在手上大部分都空單 但是我空單其實 其實沒有賠到錢你知道嗎 因為海豚空的股票呢 基本上都是 之前有跟大家講 我是空逢高空 我不追空 所以這一次反彈 雖然有些個股有被咬到 就是獲利有吐 那有些個股可能 轉為虧損 本來賺錢變賠錢 我也還沒出啦 但是目前來看 基本上也不到大賠 可能就賠個 賠錢的股票 但是賠個3-4% 但是還是其他的空單 還是有在賺錢的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不要覺得看彈的千點 就來笑海豚 拜託 我可能 可能你搶反彈 賠的錢 可能比我賬面還要多很多 還是要講一下 好那鍵上呢 還有一個問題 1727中華畫 買在32.2後市怎麼看 那個 17多少 1727 我覺得畫工股可能也要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畫工股在台灣還是算二線 那其實剛剛有看到這個數據嘛對不對 我沒有仔細去比較各家的庫存 但是 這個 化工 計生計 其實這庫存是有走高的 這庫存是有走高 所以你自己可能稍微留意一下 中華畫的財報 庫存有沒有變多 因為 半導體的需求 如果真的掉 就不是真的 是已經確定會掉下來 那我說中華畫 它所供應的 又不是先進製程的這部分的話 是供應所謂的成熟製程的話 那對它來說 一定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 化工股台灣我是覺得 盡量大家還是反彈再賣訪 OK 好那時間差不多啦 你看有沒有新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問題 等一下等一下怎麼上不去 還有一個 SERVER供應鏈展望在INTEL開出來的財報 資料中心還在下 這部分老師 我目前不考慮耶 因為INTEL它的EGOS3相關的平台 建築一直遞延 從今年年初 遞延到明年的上半年 所以簡單說 相關的拉火全部都遞延 然後而且 有一些 有一些個股 我有看到庫存稍微有堆高的狀態 就是沒有到很嚴重 但是有往上走的一個狀態 雖然說第二季財報還沒出來 但是我覺得 SERVER這一塊 目前我是 整個暫停追蹤的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我是整個暫停追蹤的 好 那今天直播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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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